西有琉璃瓦,今有身边人,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,我去我哥宿舍找他,结果他不在,一个八块腹肌,长得跟雕塑般俊美的帅哥给我开门,帅哥刚洗完澡,上面没穿,下面穿着条花花短裤,腿毛多的一皮。 他随手拿着白毛巾擦头发,我感觉心跳加速,血气上涌,我对人一见钟情了,我恋爱了,那短裤和毛巾我一看就是我哥的,我哥说他们宿舍三个人住,一个是金圈太子,人家根本不回来,实际只有他和一个穷鬼住,那穷鬼叫张平,我按断了给我哥打电话的通话键,找谁? 帅哥声音好听,身高很高,估计一百九十,站在那里,就给我一种压迫感,果然,长得帅就是好,我找我哥宋贤音,然后我就钻了进去,他醋眉,站在门边,他不在。 我哥还说,张平穷归穷,自尊心很强,不过他妈妈最近生病了,张平天天早出晚归去酒吧卖酒,攒他妈妈的医药费。 我哥说他想借钱给张平,张平不要接来之时,我看他的目光顿时有些同情,我本来是找我哥的,但我现在找你。 他把门关上,一边擦头发,一边又翻我哥的衣柜,找了件印花衬衫套身上。 我觉得有点奇怪,为什么我哥说张平自尊很强,却要用他的东西。 我看着他的大长腿,紧实的肌肉,宽阔的背影,咽了咽口水,他的声音传来,找我做什么? 我说,你是不是缺钱,我给你。 他转身,疑惑地看着我,我心里飞快地算了算我的零花钱,我和我哥算是家里小富吧。 但我爸妈没让我们像别家孩子那样,花钱大手大脚,每个月只给一万的生活费,我零花钱现在存的也就一点点。 不过张平这群学生,估计也没见过钱。 所以我说,我包养你,你别告诉我哥,我每个月给你五千。 听说你妈妈生病了,这次要多少,我先给你钱,从以后的生活费里面捡出来。 说完,我感觉挺不好意思的,不敢看他,第一次干这种事,我感觉手指都紧张地抖了,面上有点红。 我听到他轻笑了一声,然后坐在我旁边的桌子上,居高临下地打量我。 我感觉这样地位不太能凸显我处于强势地位,以及我的金主威严。 所以我倾壳了一声,小声道,我爸妈现在给我的零花钱不多,我已经给你一半了,要是以后他们给我多的,我再给你涨价。 说完,我真诚地看着他,行吗? 问完这句话,我就想伤我自己。 我现在是消费者呀,我这么卑微干嘛呢? 不过没关系,人家周幽王还为了包四风火戏诸侯呢? 我现在为了个美男子折腰,是应该的。 再说了,他要是遇到富婆,人家出嫁肯定比我高。 我经济没那么好,就给他提供点情绪价值。 一只修长的手捏住我的下巴,逼迫我仰头看他。 他目光冷冰冰的,可能是我提到他家里穷,伤害了他的自尊。 我怕他生气了想掐死了,所以双手不自觉地握住了他的手。 我的手握住他的手时,我们俩因为肌肤的接触,身体都触电似的抖了下。 这就是爱情的荷尔蒙。 我心潮澎败,知道我是谁吗? 你就想包我。 我点点头,我知道,你是我哥的室友张品。 我还知道,你妈妈生病了要花钱,我哥想借给你,你说不吃借来知识。 你现在被我包了,就听我的话,给我服务,就不算借来知识,我们是双赢。 他好像气笑了,半赏,他松开我,我还有点舍不得,还拉着他的手。 他的手好舒服啊,手指线长白皙,触感温热,我一摸上去,就舍不得撒手了。 我原来觉得,我是个乖乖女,对身边的男的都不动心。 原来我是平时不动心,一动心了,就放浪得不是人。 他推开我的手,从桌上的烟盒拿了根烟出来,然后慢条丝里地点燃,隔着烟雾缭绕看着我。 我感觉头皮发麻,看来这张瓶真不好惹。 我刚想求饶,说买卖不成人意在,求他千万别告诉我哥,不然我爸妈肯定会知道,然后扣我的零花钱。 但他半赏才说,行吧,我们一起出了门,不,他在后,我在前。 我爸妈明令禁止,我谈恋爱,尽管我已经上了大学,但他们说会给我介绍对象,我自己找的都不靠谱,所以得瞒着点。 我们俩去校门口打车,我不读这个学校,我的学校在隔壁,走路15分钟就到,我们先去商场吃饭。 张瓶是个有自尊的人,虽然我现在包养了他,但他看起来比我还有范儿,我觉得没了面子。 进了包厢,我拿出手机,和他加了联系方式,看了眼他的手机,我道,哟,你还用最新款苹果呢? 山寨的,难怪不得抵挡不住我的诱惑。 他的头像是一只狗,狗头上还有他的一只手,他的手看起来挺养眼的。 我问他,你妈要花多少?他端起水喝了一口,你看着给。 我想了想,咬着手指纠结了一下,那我先给你五万,行吗? 他双手抱胸,冷冰冰地审视我,五万。 你打发叫花子,我皱了皱鼻子,你怎么说话呢? 我现在是你的金主,叫花子还嫌冷饭搜,他似笑非笑地盯着我。 我只能忍痛给他二十万,还说,你现在是我的了,必须听我的话,我花了钱的。 本来这个钱,是我准备和室友暑假出国玩的,现在只能回家骗我哥的钱了。 收了钱,他才对我露了个笑脸,道,第一次保养啊。 我吸着百香果汁,点点头,又叮嘱道,别告诉我哥,不然我会被打死的。 他点点头,那当然,你要是被打死了,我的饭碗岂不是没了? 我带着胆子,伸手摸他放在桌子上的手,他一动不动,一脸淡定地看着我胆小猥琐的动作。 我就跟古代那些带着啤酒度腰占姑娘便宜的猥琐老头似的。 见他不反抗,我心里挺高兴,觉得这钱花得也值得。 摸了两下,服务生推了菜进来,我赶紧把手伸了回去。 吃了饭,我拉着他去看电影,这次我终于正大光明地和他食指相扣。 金钱的力量就是好啊。 如果我看上了张萍,走正常流程追他,那势必要搞一出校园青春片, 类似于致我们中江逝去的青春,富家女追穷小子,然后穷小子刚开始不同意,被富家女感动, 然后在一起,又被富家女的父母或者穷小子的妈妈拆散,至少要经历好几个月。 中间还要被虐,我才能摸到他的手。 但现在不同,我直接用钱搞定了,我们见第一次,我就搞定了吃饭,摸手,看电影,从商场出来。 我得回学校了,下午没课,但大一心声每晚都要晚自习。 我看看张萍,有点舍不得。 我对他说,你别去打工了,那种地方又不安全,又耽误你学习,你还不如好好把成绩提上去,拿奖学金呢。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,也不回应。 我掐了他一下,装什么装,我和你说话呢。 哦,知道了。 他懒洋洋道,我们俩走在回学校的分岔路口, 我说,那我回去了。 他恩了一声,我不满意了,你应该送我回去,我刚给你花了钱,你得哄我高兴。 他摸了摸口袋,对我道,给我买包烟,忘带了。 我真想抽他,你都这么穷了,还买烟抽? 不准抽,再抽,我扣你钱。 要不是他比我高,我真想揪住他的耳朵,狠狠教训他一通。 好吧,金主,我送你回学校。 我的金丝雀对我很冷淡,我该怎么办? 我用这个问题,去某度,某呼,某音,某书搜了一遍,没有好的办法。 包养了张萍两个粥。 我叫他出去吃饭叫了十次,他只出来了三趟,而且每次吃完饭,他就要走,说他很忙。 我感觉自己遭遇了诈骗,并且不能求助爸妈,哥哥,老师同学,只能打碎了牙齿,自己往心里咽。 正当我感觉自己人才两空时,爸妈给我和我哥在学校附近一人买了一套房。 因为我哥回家吵说张萍晚上回来太晚,吵得他睡不着觉,俩人还因为这个打了一架。 我拿筷子的手紧了紧,脱口而出,那他没事吧? 我哥不满意地瞪着我,他是你哥,还是我是你哥? 难怪不得张萍对我很冷淡,肯定是因为他又去打工了,估计我给他的钱,就够交个医药费。 而且他和我哥打架,肯定迁怒了我。 我暗暗决定好好哄哄他脆弱的心灵,毕竟他一个人来这里上学,六亲无故,还要承担生活的重担,得多么辛苦啊。 所以,我爸妈给我和我哥买了房以后,我直接把张萍喊出来,带他去我那里。 我开了门,都是精装修,家具什么的都是上一任房主,没怎么用过的,因为人家移民国外,就卖了。 幸好我和我哥的不在一个小区,我把一把钥匙郑重其事地交到了张萍手上。 他扫了一眼空旷的客厅,端的是一副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的样子,只挑了下没问我,哟,送我的。 我激动的心,顿时愣住了,要,要送你吗? 我还没那么大方,我只是让他住这里,以后再也不用受气了。 那你什么意思? 韩对我要是,我摸摸鼻子,我听我哥说,你回去的晚,吵到他睡觉,你们还打架了,你住这里,以后就不用受我哥的脸色了。 而且谁知道他是不是背着我,还有别的金主啊,我得看着他。 我继续小声道,再说了,咱们都在一起那么久了,你只让看,不让吃,那我也太亏了吧。 我一下子就被他抵在墙上,他强大的气息一下子清洗过来,我感觉自己被猎物盯住了,又不想做出个怂样子,只能也瞪着他。 然后他柔软的唇,就碰到了我的唇,幸好我出门找他钱,刷牙了。 我喜滋滋地想,然后他睁眼,促眉道,闭眼,接吻都不会。 我瞬间感觉自己被看扁了,然后莽撞地去回吻他。 等结束的时候,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,送牙医,你真是,属狗的。 我脸色通红,哼了一声,谁让你看不起我? 他好像气笑了,我也有点尴尬。 他又摸摸我的脑袋,我瞬间感觉自己被顺毛撸了,开始和他规划未来的生活。 我说,以后你别打工了,就在这里陪我谈恋爱,我再从我的生活费里,允两千给你吧。 我终于体验到了古代皇帝给后宫家历尽未分的感觉。 他姿态慵懒地坐在沙发上,我继续道,你以后除了上课,就回这里等着我回来,知道吗? 那你呢?我虽然想时时刻刻和他黏在一起,但我不能表现出来,不然他以后肯定会拿捏我,做翻天的。 而且,我现在每个月只有三千的生活费了,我没啥可以给他的了,经不起他做。 这因为我的贫穷而变得岌岌可危的关系啊。 我当然没什么事,也会回来陪你,不过我有时候要回家应付我爸妈,他们管我比较严格。 周末我得回家,平时住学校就可以出来和他鬼混。 我觉得自己聪明绝顶,迫不及待想要感受一下幸福的同居生活。 我踢了他一下,道,你现在去给我做饭。 我不会,不准说不会,不会就去学,以后在我面前, 你必须说,我会学。 知道吗? 他目光冷冰冰地看着我,我毫不气弱地回瞪他,你不会,那你等着我伺候你呢? 我也不会,你现在去给我做饭。 反了你了。 半晌,他好像深呼吸了一下,然后拿着手机转身去了厨房。 我躺沙发上,然后打开电视,开始看了起来。 生活多美好啊。 我想起我是有背包,每个月都能拿好多钱,而且还会有礼物送。 我对张萍确实小气了一点,所以他不听话是正常的。 但我不是肥头大耳的金主,我是一个青春貌美的女大学生, 所以我觉得张萍没有吃大亏。 宽慰好了自己,我就安心等着他给我做饭。 张萍确果然不会做饭,我都买了只要煎一下的牛排,他也能煎糊了一面。 想到他可能原来穷,没见过牛排这种东西,我只能作罢。 饭后,他把碗一放,就要去沙发那里坐着,拿出手机开始看。 我一把抽了他的手机,我早就想说你了,你整天都看手机,手机比我好看啊。 不准看,去洗碗。 说着,我就要查查他的手机,但是非评了。 我把手机给他,道,解开,我要查岗了。 他又气笑了,你信不信我告诉你哥。 我瞬间违迷了,瞪着他,你是小孩子吗? 还告诉家长,他抽回手机,你是小孩子吗? 还怕家长。 他去厨房,我跟他身后,狡辩道,谁说我怕,我没怕。 他把碗放下,道,我做了饭,你洗碗。 不然,我现在告诉你哥。 我瞪着他,别忘了,谁给你的钱。 他挑了下眉,拿出手机,准备打电话。 服了你了,我洗碗,不是因为我怕你告诉我哥,是因为我心疼你,不想你那么累。 宝贝,他捏捏我的脸,你还真是个活宝啊。 我洗了碗出去时,他正在打电话。 对方不知道说了什么,他懒洋洋地回,现在没空,陪个小朋友玩呢,改天。 我想去抽他手机,看看谁。 结果他一个眼神支持我,和我爸似的,还挺有威严。 我只能恨恨回了房间。 谁是小朋友? 感觉身上沾了点厨房的油烟味,我赶紧去洗了个澡。 出来时,他正一门看着我,吊锒铛的样子。 这么急,都开始洗澡了,我脸色瞬间爆红。 我带他来这里,肯定是那个意思。 不然,我花了那么多钱,只看不吃,那我多亏啊。 而且,总感觉,女孩子的第一次要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。 我就挺喜欢张萍的。 虽然他穷,但他清高啊。 我哼了一声,把窗帘拉上了,道,姑奶奶今天就让你看看,我是不是小朋友。 和张萍开始了没羞没臊的同居生活后,我感觉生活太美好了。 虽然张萍这只金丝雀总是不太听话,有时候还让我干家务,打下手,不是一只合格的金丝雀。 在床上也不太听我的指挥,有点要造反的趋势。 但总体来说,还是物超所值,我整天都如沐春风,恨不得天天和他黏在家里,一起吃饭,看电影,然后滚床上去。 直到暑假来临,我知道张萍老家是C城的,我担心他要回家照顾他妈。 我问他,你暑假去哪里? 彼时,我们俩正是闲着时间,他拿出他手机来瞧,我躺他胸口在打游戏。 时不时摸摸他的腹肌,我应该去哪里? 哟,他还知道问我了。 那当然是留在这里陪我了,我会偷偷溜出来看你的。 他有点鄙夷地看我一眼,问,你暑假在家里做什么? 我叹了口气,没上大学之前,暑假都是补课,那可是补生补死啊,不然我这么废,也考不上全国知名学府。 现在暑假,我妈说了,要带我开始去相亲,就是要相亲一个门当户对的男的,然后谈谈恋爱,大学期间就结婚的那种。 好门联姻都比较早,反正好男人一般也很早就被人抢光了,不过这些都不能告诉他。 我孽如道,就不干什么呀,还不是在家躺着,我感觉有点心虚,有点对不起张萍。 因为今晚,我妈就要带我去一个宴会,据说很多权贵名流都会去,她还给我置办了一身几百万的行头。 她的目光从手机上落开,审视地盯着我,你做了什么心虚的事。 我刚想让她认清自己的身份,别过问我的事,我妈的电话就来了。 我不敢耽误,冲她嘘了一声,接通了我妈的电话,小易,你死哪里去了,还不赶紧回来做头发,造型师都到家里了。 我慌慌张张地硬了,赶紧穿衣服走人,临走前,我对她道,乖乖在家等我。 回家时已经下午三点过了,弄好了造型什么的,我才跟着我爸妈还有哥哥出门。 因为身上有张萍弄出来的痕迹,我铺了好多粉才盖住。 我妈一路都在和我说,哪几家的公子是单身,也有相亲的遗像,让我多看看。 我想给张萍发个消息,但我也不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发。 有次我差点露线,我哥说我对着手机笑得花枝招展,问我是不是恋爱了。 我妈说完了,我爸对我哥道,你平时多和那位太子爷搞好关系,咱们家这次要不是他提醒,血本都要亏进去。 我哥道,嗯,不过他不怎么来学校,除了上次打篮球有点交集,后来接触也不多。 今晚听说他也会去,我到时候和他打声招呼。 我妈道,对对对,去混个熟练。 我哥盯着我道,宋亚裔,你这个眼狗,可别谁都喜欢,那位长得挺好看的,但咱们家攀不上,你可别被闪了眼睛。 我恨恨瞪他,你瞧不起谁呢你。 进了宴会厅,我感觉自己眼花缭乱了,在场还有好几个我很喜欢的风头正盛的女明星。 我爸妈带着我和我哥,在里面寒暄了一会儿。 突然,宴会厅响起了一阵嘻嘻嘻嘻的躁动,好多人说,那位来了。 那位是哪位? 我妈正带着我和赵太太家的公子相亲。 文言,他们停止了交谈的话语,都朝那边看去。 赵公子轻声在我耳边道,持家的那位,听说也会来。 在京城,就一家幸迟,且如雷贯耳。 我也跟着大家看稀奇。 但见众星捧月中,一个很是高调的美男子,本该在家里等我的张萍,被人簇拥着过来。 他也看到了我,以及我身边的人。 我感觉自己血液都停止了流动,浑身僵硬的厉害。 没一会儿,他过来了。 我爸妈和哥哥,还有赵家的人,都热情至极,好像和他是生死之交。 寒暄了几句,他问我爸妈,哟,你们两家是在? 我妈不好意思道,让小孩子们认识认识。 说着,我妈就介绍我,这是我女儿,雅易,在Q大读大一。 那就是相亲了,他得出结论。 我原来怎么没发现,他这么说话,其实有种不便喜怒的感觉呢? 我总觉得,他在给我装,给我端着,我还挺不满意,觉得我才是金主,他凭什么高高在上? 我感觉,我想死的心都有了。 面前突然出现一只手,伴随着他,一如既往轻裂中带着懒散的声音道,你好,我是池力生。 我听我哥说过,太子爷小时候总生病,所以取了个比较女气的名字,大师说,这样好养活。 我还在发呆,我哥推了我一下,还掐了我一把。 我忙把手伸了过去,握住了他的手。 谁能想到,我们俩中午还水乳交融,晚上在这里,好像是第一次认识呢。 这时,宴会听得灯关了好些,舞曲响起,好多人在宴会中间开始跳舞。 我被他一个用力,扯了出去,然后就跟着他的脚步,进入了舞池。 他拉走我之前,还礼貌地对我爸妈说,先借用我一下。 我浑身僵硬地跟着他走,他揽住我的腰问,一个下午不见,你哑巴了? 我不知道说什么,要不要现在跪下求饶啊? 宋亚裔,我还没问你呢,你来这里相亲,那我怎么办? 他靠近我耳边,声音很轻,又很温柔,说出来的话,却让我胆战心惊。 你是不是胃口太大,还想让我做三啊? 我哥原来在家里说过,得罪太子爷的人,都没好下场,轻则破产,重则家破人亡。 我膝盖一软,少,少侠,有话好好说,我都可以道歉,我结结巴巴地说。 他姿态甚是优先地带我转了圈,问,道歉? 不是应该我道歉吗? 我没老实在家等你,你是金主,你不是要生气的吗? 我小心翼翼瞄了他一眼,要不是再成那么多人,我真的能当场删自己,给他赔罪。 怪我,有眼不识泰山,认错了人,迟,迟先生,你大人有大量,放屁一样放我吧,千万别为难我家里人。 他们都不知道我做的混蛋事,你也知道的,我很害怕他们知道。 什么情爱爱啊,在巨大的风险面前,都不重要了。 我哥比我大两岁,我读高中的时候,他回家说学校有个公子哥得罪了迟离生,那时大家不知道他身份,只觉得他家里有钱,非富即贵。 那个公子哥平时嚣张惯了,非要和人比一下,而且那公子哥追的一个女生,好像喜欢迟离生,那公子哥就找人要教训一下他。 结果不仅那公子哥自己被打得半死,更可怕的是,他家里人得持家赔罪,但依然改变不了,生意全面停摆,很快被查出违法犯罪的事,一家子人进去了好几个,全部销声匿迹了。 我家里要是因为我干的蠢事,被牵连,那我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。 古语说,半君如半虎,就是这么危险。 我们家的家底,可能比外人富一点,但在权贵面前,完全经不起任何折腾。 他促眉看我一眼,踏成这样,能不怕吗? 我爸妈从小教育我们,想要家族得到发展。 所有人都必须心往一处使劲,不能做任何有损家族利益的事,所以我和我哥都会欣然接受联姻,绝对不会叛逆到要追求什么真爱。 即使我想玩玩,那也是扎得明明白白,但我没想到,我扎错了人,我冲他勉强笑笑,一曲终了,他松开我的手,然后他走向我爸妈那边,我胆战心惊,跟在他身后。 迟离生和我爸还有哥哥说话,我妈过来,牵着我的手以作安抚,你怎么胆小成这样? 我感觉我的脸一定白了,羞愧地低着头,不敢说话,我就是个耸包。 但是感觉,迟离生应该没生气,毕竟他对我爸还有哥哥,还算有点礼貌和热情。 而且在车上,哥哥也说他提醒过我们家,不要投资什么东西,结果那个果然爆雷了。 想到这里,我心里安定了几分,接下来,我妈又带我去见了几个人,但我全程都魂不守舍。 因为虽然不知道迟离生是什么意思,但我现在这个行为,就是明晃晃给他戴绿帽啊。 可能看出,我被吓破了胆,我妈没带我多留,让我去会客室休息,等我爸忙完了,我们全家又一起回家了。 回了家,我哥问我,他和你说什么了?你们认识?我赶紧摇摇头,我不认识。 就是因为你说他很厉害,我怕得罪他,才这么害怕的。 我哥有点恨我不争气的样子,就这么点胆子。 我妈给我端了杯牛奶进来,得了,她从小就这样。 我确实胆子不够大,小时候我不想写作业,花了五块钱让同学帮我写, 结果被我妈一看作业本,就立刻不打自招,还上交了违法所得。 在家里,他们三个都很强势,强势的爸妈养出了强势的哥哥和废物的我。 我躺下以后,一个名叫金丝雀的微信名,给我发信息了。 在哪里?现在出来,我接你。 我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,去把门反锁了,才偷摸躲进卫生间,小心回他,我在家。 地址,他回得很快,我咬着手指,在纠结,要不要直接和他说分手, 还准备把我爸妈给我买的那套房子给他赔罪算了。 他这盘菜,我是不敢吃了,我只想供起来,天天烧香拜佛。 要是被我爸妈知道我居然敢去包养男人,还惹到一尊大佛,肯定会打死我,还会断了我的零花钱。 我还没犹豫出来,他的电话就打进来了,我战战兢兢地接了,喂,地址。 我原来以为他说话西字如今,是故作清高,拿巧,现在知道了,人家就是天生富贵,不想和我这种烦人多浪费口舌。 算了,还是当面说,探探他的口风好了,我报了地址,他说等他半小时。 我赶紧去换了衣服,又仔细听了听外面的动静,生怕出门时被抓现行。 好在有惊无险,看到家门口不远处,凭着他的车,我才想起那些细节,他穿的衣服都没有什么牌子,我以为是去农贸市场买的,还觉得他挺有品味,地摊货穿出了高级定制的感觉,果然长得帅,是行走的衣架子。 可能是我想多了,他根本就是私人定制的,还有他经常看起来挺忙的,给他打电话的朋友很多,我还以为是找他出去兼职,什么端盘子卖酒水什么的。 现在看来,估计是人家的朋友圈,约他出去玩,我还天天搁那里当个跳梁小丑,他一不听话,我就说我是他金主,他该伺候我。 现在看来,他没抽我,真是脾气太好,偷偷摸摸看什么,他一边开车,一边目不斜视地问我,我搅着手指问,去哪里呀? 回家,他冷冰冰吐出两个字,看得出来有点生气,他一开始就知道我认错了人,却故意不说,我有错,他就清白无辜吗? 而且,我又不是白嫖,心里有了点底气,然后跟着他回了我们两同居的家,他脱了西装外套,对我说,我去洗澡。 哦,我立刻回神,主动去把他睡衣拿出来了,要搁原来,我才不会。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,我讨好的笑笑。 他摇摇头去了,真是漫长十五分钟,期间,我还给他泡了杯蜂蜜水,因为我看他喝酒了。 他围着条浴巾出来,一边擦头发,一边对我道,说说吧。 姿态懒散,但是态度强势,我好像被审问的犯人。 我咽了咽口水,努力把视线从他流着水珠的腹肌上移开。 对上他寒谈似的眼睛,我又不敢看,只能道,对不起。 他把毛巾往旁边一扔,问,对不起什么,展开讲讲。 我只能如实认错,对不起,我不知道你不是张萍,我以为你是张萍,才想帮助你给你钱的。 他挑了下眉,你的意思是我比不上张萍,是吧? 我瞪大了眼睛,赶紧摇摇头,不是不是不是,如果知道你这么金贵,我怎么敢亵渎您呢? 我小声解释了一句,瞟了他一眼,又低着头认错。 他点了根烟,咔嚓地打火机响声,害得心脏砰砰跳。 我原来还大言不惭地骂他说他抽烟臭死了,迟早地费病,还自私自利,让我吸二手烟。 那时我就把他的烟抢了扔垃圾桶。 别说,人有权势和没权势区别就是很大。 原来他看死人一样的目光看我,我就不怕,我还敢瞪他,去捏他的脸,问他是不是要造反。 现在他就是坐在那里,一句话不说,我都害怕得不行,腿肚子都打颤。 和我小学一年级默写不出来,被老师罚站办公室一样害怕。 继续,我咽了咽口水,对不起我不该背着你去相亲。 他来了兴趣,身体都往轻,更靠近我了,还捏着我的下巴,迫使我看着他的眼睛。 他问我,我就奇怪了,你和我在一起,又去相亲,是想学那些花花公子,家里红旗不倒,外面采旗飘飘。 你想让我给你做三啊? 他脸上挂着笑,眼睛里却是一片冰冷。 原来以为他是张萍的时候,我都不敢让他知道我去相亲,更别说他是持利生了。 我结结巴巴道,不敢不敢,我,我。 我眼珠子乱转,我根本没想过以后。 反正路都是家里安排好的,他们吃的盐比我吃的米还多,我根本用不着操心。 就算我真的闯祸了,他们也能给我摆平。 前提是,我以为眼前的人是张萍。 他嘖嘖两声,放开我,你很害怕我。 我咬住唇,眼泪就掉下来了,真没出息。 就算他不是持利生,是张萍,知道我去相亲,也不会给我好脸。 如前所述,他爱端着,轻高着呢。 怎么,受委屈的是你? 你哭这么伤心。 他谈了谈烟灰,那我这个受害者怎么办? 要不要跳楼? 我书弟抬头看他,什么意思? 他不会觉得,我要跳楼,才能平息他的怒火吧。 我擦擦眼泪,哽咽地问,要是跳楼,你才能不生气,那我能从二楼跳吗? 太高了,我害怕。 他看着我,半天没说话。 良久,他叹了口气,问,你小时候去测过智商吗? 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突然转到这个话题,我只能接话,没测过。 房间里,只有我的抽烟声。 半天,我问,你能原谅我吗? 原谅你什么? 原谅我不自量力包养你,还那么便宜的价格。 原谅我背着你去相亲,那你怎么赔礼道歉? 我吸了吸鼻子,把我早就准备好的银行卡拿出来,这里面是我的全部积蓄,这个房子也给你了。 我又小心翼翼加了一句,行吗? 我终于明白富人为什么更富了。 因为我这样的睁眼瞎,撞到了人家,这一波赔礼道歉,八位数就赔进去了。 里面多少? 他捏着那张银行卡,笑着问。 我说了个数字,他笑了,笑得叹为观止。 你还真是,一毛不拔呀,一个月给我五千,你打发叫花子。 不是五千,是七千,我纠正他。 后来因为他做,我又涨价了。 正说着,我的电话响了。 我哥打来的,我吓了一跳,条件反射地嘘了一声,让他别说话。 想起他今时不同往日,又尴尬不已,只好接了我哥的电话。 开门。 我走之前,把我房间门反锁了,营造一种我在里面睡觉的错觉。 我假装睡眼惺忪,哥,有什么事,明天再说吧,我都睡了。 我在某某小区你家门外,我惊恐地睁大眼,然后电话挂了。 怎么办,我哥在外面,迟立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 我感觉真是自觉坟墓。 跟迟立生比起来,我还是和我哥更亲。 算了,我和他认错,让他帮我想想,怎么赔礼道歉吧。 我准备硬着头皮去开门,手腕却被迟立生握住了。 你怎么和他解释我们的关系? 我说我赌博欠了你的钱,行吗? 他没什么表情地看着我。 我哥一脸寒霜地进来,手里还拎着高尔夫球棍。 一进门就到,叫那个狗男人给我滚出来。 敢打我妹妹的主意,我看她是活腻了。 我吓得贴紧墙壁站着,恨不得和墙壁融为一体。 我之间还记得我从小读书到大,但凡有人欺负我, 我哥就会把对方打得满地爪牙的可怕又安全的场景。 这也是造就我窝囊性格的原因之一。 哥,哥,你先冷静,这次课,可能。 打不过三个字,我还没说完。 迟力生已经穿好了衣服,从卧室出来。 他手上还夹着烟,冲我哥淡淡道,你找我。 我哥实话了。 半个钟以后,迟力生闲暇地坐在沙发上,笑容和煦。 他对我爸妈说,叔叔阿姨,坐呀。 是的,我哥实话之后,我立刻小声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。 他的眼神把我千刀万寡,然后和迟力生赔罪。 迟力生什么都不说,只挂着假笑。 然后我哥就把我爸妈也叫了过来。 我爸妈擦了汗,点头哈腰,冲他赔礼道歉。 迟力生这才给了个好脸,还让我爸妈做。 他说,怪我,和我小姨谈恋爱,还让他这么没安全感,背着我出去相亲。 我垂着脑袋,站在一边,仿佛被老师请家长即将被处死刑的学生。 我爸立刻道歉,怪我们,怪我们,平时没把他教好,什么都不懂,做事不靠谱。 给您道歉,池先生,他不懂事,您别和他一般见识。 只要有什么事我能办到的,您吩咐,我一定万死不辞。 叔叔,我是晚辈,这么说折杀我了,我和小姨是真心相爱的。 我还以为她是被逼无奈才要去相亲的呢。 我没有,没人逼我。 我赶紧说,要找茬找我一个人就行了,我可不想我爸妈受罪。 我妈厉声骂我,没人问你,你现在闭嘴。 我只好闭嘴。 池力声这才道,没事,怪我之前没给小丽安全感,希望我以后对她好点,她能安分手挤。 什么安分手挤? 是啊,是啊。 她以后绝对不会去相亲了。 我爸妈陪着笑,然后池力声就说,不早了,叔叔阿姨要不就在这里睡。 我爸妈连忙告辞,还带走了我哥。 池力声也回了房间。 我看着空了的客厅,一时迷茫。 池力声究竟想干什么? 手机里,我哥给我发了信息,让我别得罪池力声,明天再找我。 我心里一紧,怕他揍我,也怕被骂。 我小心翼翼回了房间,池力声已经睡了。 我看得出来,他现在还没消气,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张平我搞不定,池力声我更搞不定,也搞不懂。 过来,他闭着眼睛,对我说。 我愣了下,爬到他身边,小声说,对不起。 昏暗的闭灯照的他的轮廓愈发深邃,我心里一酸。 我真的很喜欢他,毕竟我是个眼狗,可是他要是池力声,我以后肯定不能喜欢他了。 虽然他是张平,我们没有将来,但他要是池力声,我们更没有将来。 他睁开眼睛,把我拉进了怀里,你怎么永远抓不住重点? 因为我语文成绩不行,我说,阅读理解总是得不到分。 你给我一个标准答案,我以后照着背,行吗? 我抱住他静瘦的腰,我以后都听话,你说东,我绝对不往昔。 他闷笑起来,那不是委屈了你? 金主,别埋态我了,我苦着脸,我爸妈骂死我的,我哥也是。 这件事,从一开始就是错误,我那天就去不该心血来潮,去找我哥。 我也不该见色起义,说要包养池力声。 细数从我和他开始到现在,我感觉我吃亏了很多。 而且他现在也没有说分手的意思,那我继续和他在一起,我就要加起尾巴做人,处处伺候他,将就他,肯定是我吃亏。 但我现在也不敢说分手,因为我去相亲,相当于欺骗,他已经生气了,我不敢火上浇油。 而且他逼迫我爸妈过来,我爸妈做出了那种保证,那岂不是以后我们的关系,都是他说了算。 他不会想报复我,然后让我做他的三把。 怀着这个可怕的想法,我在他温暖的怀抱里,陷入了梦乡。 第二天一早,池力声居然还是和原来一样,做了早餐。 虽然他的早餐很简单,达不到我的标准,但他现在身份不一样了。 我还是诚惶诚恐,暗恨自己没有早点起来讨好他,还睡得跟死猪一样。 吃了早饭,他出门了,我也不敢问他去干嘛。 我还在慢吞吞吃早饭,我哥的信息就过来了,让我得空了回家。 回家后,我爸妈和哥严阵以待坐在客厅,等着审判我。 我捶着脑袋,把事情又说了一遍。 我现在是偷鸡不成十八米。 池力声还把我的存款都收走了。 他这种人能富起来,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他多谈几个我这样的,上一身家轻而易举。 我被打了,鸡毛胆子抽得手掌心,很痛。 他们让我静观其变,池力声说什么就是什么, 他要维持原状,就别开口得罪他,他要分手,我就马里滚蛋。 进入了考试院,就是痛苦的期末考。 虽然痛苦,但让我暂时能从金丝雀变成了金圈太子爷的打击中解脱出来。 而且,我每天都说自己要在图书馆复习备考, 天天回去很晚,和池力声相处的时间大大减少,实在是妙哉妙哉。 虽然我还是很怀念原来我们两窝在家里,我一直坐腰,让他坐这坐那,和他年年忽忽腻在一起的日子。 但我预感,那将永远成为回忆。 池力声也挺忙的,听我哥说,他不仅要忙学校的期末考,还要忙公司的事。 那我原来黏着他,真是太不懂事了。 搞完了期末考试,闲闲没有挂科,我心里高兴。 困难都是一个一个克服的。 学校正式放假以后,我就开始纠结。 那我暑假应该是回我爸妈家,还是去和池力声住的地方。 两个地方各有利弊。 我刚迷茫时,面前就停了一辆车,是原来相亲过的那个赵毅。 他说他猜我考试完了,所以过来请我吃饭,庆祝我解脱。 我看着他很热情的样子,也不好拒绝,毕竟大家将来可能是一个圈子的。 再说了,如果和池力声分手,那我也能多个选择。 池力声不在的时候,我还是很大胆的。 于是我们俩有说有效地去饭店吃饭。 和池力声的冷淡不同,赵毅简直渐谈,风趣幽默。 我发现我还是见识得太少了,世界上的男人类型很多。 我目前只深度接触过池力声,我觉得自己很迷他那种高高在上的冷淡风。 没准,给我一个阳光开朗大帅哥,我照样被迷得五迷三道。 我深深觉得,我应该多多长长见识。 如果和池力声分手,我也不相亲了,我要一直谈恋爱。 集齐九九八十一种男人类型。 最好做个相册,然后归纳总结的那种,肯定很有成就感。 就跟我原来收集植物标本似的。 正当我美滋滋地畅想未来时,赵毅已经惊讶起身。 颇为客气叫道,池先生,这要巧。 我惊讶回头,就看到池力声正冰冷地看着我,也没有管赵毅伸出的手。 赵毅看看我,又看看池力声,很快脚底抹油跑了。 他沉着脸,坐在我对面,开口,你在做什么? 和朋友吃饭,我小声解释,是遇上碰到的。 他说请我吃饭,我觉得拒绝不太好意思,所以就来了,我没别的意思。 他冷冷地勾起唇角,你觉得我信吗? 我觉得你不太信任我,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想,但我肯定不敢得罪你。 我爸妈还保证过,我会好好和你在一起,我不知道你这么防着我有什么意思。 说完,我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一句,我很老实,是个正经姑娘,在你之前,我根本没谈过恋爱。 反倒是你,你肯定不是我的初恋吧,那不是我应该更担心吗? 知道你心虚的时候有什么特征吗? 他盯着我,就是话特别多。 那也没有啊,上次你抓到我相亲,我就没有话多,因为你不确定我会不会迁怒你的家人。 他说的我无言以对,只能很耸地道歉,对不起,我以后不和异性吃饭,要是和异性吃饭,提前和你报备,行吗? 他很高傲地点点头,恐怖如斯,半君如半虎。 我暑假的时候,谁家都没回,去了池力生的大平层公寓。 因为公寓里,他上班的地方很近,他住那里比较方便。 而且,他开始带着我出席他的商业聚会,还把我介绍给别人。 我爸妈觉得他可能是认真地和我谈,也可能是认真地和我玩玩。 叫我别高兴太早,我哥叫我千万别爱上池力生,不然将来被甩了,肯定会要生要死。 我觉得我哥想多了,我一个经历过高考千锤百炼的人,怎么可能栽在恋爱里面? 胆战心惊了一段时间,我发现和他相处,和原来没什么区别。 主要他耍我是张萍的时候,就很傲,叫他做什么,他也会讨价还价,不会任我摆布。 和现在做池力生没什么区别。 区别就是,我现在不敢使唤他了,看电视想喝水,想拿什么东西,想吃什么水果,都自己动手。 从一个巨婴变成了一个独立女性,能不能伺候我,全看她的心情。 有天她下午回来,我还在睡觉,因为我头天晚上偷摸完手机,到凌晨才睡。 佣人来做了晚饭,他问我,你今天干嘛了? 我咬着筷子,犹豫地问,我没出门啊,我睡觉了。 睡了一天,谁都没联系,总不能有错吧。 和他在一起,还有一个好处,那就是,管我睡到多晚,他都不会说我。 在我家里,我爸妈固执地认为我不吃早饭,对身体不好,所以我睡懒觉一定会被打扰,还会被骂。 说完,我就幸福地夹起一筷子三文鱼。 三文鱼,我的最爱。 你暑假就准备这么过了。 我敲咪咪看他一眼,我本来打算出国玩的,但是现在没钱了。 我室友他们,已经飞欧洲了。 现在我爸妈不给我零花钱,只给我饭塔里充了几万块,说我吃饭就去学校吃,什么都能吃。 免得我有点钱,就出去包养男人。 池力生把我的钱没收了,说他帮我打理,要花钱找他要。 那你明天跟我去上班,等我休假了,我们一起去旅游。 我直指自己,想反驳,又反驳不了,只能作罢。 我的生活被安排得明明白白,真是一条废物。 原来小学初中高中,人生路线被安排好了,闭着眼睛走。 现在也是,池力生现在居然只是一个部门副总。 我还以为他这种人,要空降成总裁呢? 他还真的挺忙的,在工作中又换了负面孔。 更冷,更讲究效率。 妈呀,看他这个雷厉风行的样子, 我怀疑他怎么忍受我这个废物,在他身边这么久的。 我被安排在了秘书处实习, 干谢上船下达端茶,送水的活。 然后老董事长就单独叫我进去,说要和我谈话。 我赶紧给池力生发信息,怕自己被钱规则。 而且上次承诺了,以后和异性单独待在一起。 就要提前报告。 结果他淡定地回,好好表现。 我一头雾水。 结果董事长是他二叔。 他就是问问我家里情况, 还说池力生欺负我了。 告诉他,他帮我教训池力生。 还说周末请我家里人一起吃饭。 这进度,怎么都见家长了。 下午给我妈打电话,说了这件事。 我妈开车过来找我, 拉我到楼下咖啡厅说话。 我妈沉默了一下,问我,你喜欢他吗? 我感动了,他居然问我喜欢不喜欢。 我妈可是从来都很强势, 她觉得好的,我就必须接受。 她觉得不行的,我再喜欢,也得放弃。 因为她觉得我没有判断力,她必须帮我做选择。 我还没回答,她又道,算了,如果能攀上池家,你不喜欢也得喜欢,何况这是你自己作孽招回来的,怎么着也得给我眼全户了。 我收回感动的眼泪,心不在焉地听她分析利弊。 池力生还是很够意思,我家现在的生意被她罩着了,我爸的公司顺风顺水。 但坏处就是高价太多,将来娘家根本不能为撑腰,我要被欺负了,那就没得办法报复。 可能我哥既不敢打池力生,也打不过。 说实话,我还没想过,我能和池力生这种大帅哥有明确的未来的,把我激动坏了。 高岭之花,有高岭之花的妙处啊,就喜欢她的高冷酷酷,不爱理人的饭。 我对她的态度自然多了,立刻回到了原来的状态。 晚上我让她给我擦身体乳,因为这项工程比较巨大,很浪费我的时间,又很累。 原来她是张萍的时候,我没少威胁她帮我,她也觉得麻烦,说我把自己淹入味儿了。 但她现在看我一眼,自己的是自己做。 不要,我立刻抓住她的杂志扔一边,瞪着她,快点给我擦。 不然我抽你。 她似笑非笑,怎么,见了我二叔一趟,胆肥了。 我得意地笑了,那当然,既然咱们都要见家长结婚了,那我还怕个毛呀。 你就是我男朋友,我使欢你是应该的。 她笑着摇摇头,所以你原来是觉得我们一定没未来。 我点点头,那你想得挺开的,前后和你认为没未来的男人,同居那么久。 这话说的,我一时不知道她在夸我,还是在骂我。 横竖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,那不都是你吗? 她拿起我的手,我还以为抹身体乳呢,结果她给我套了个戒指,以后不准摘下来。 我呆呆看着她,又看看手上的大钻戒,乖乖点头。 看到冰山真心实意地笑,还是很不容易的。 平时要么就是冷笑,要么就是假笑,真想把她现在的样子记录下来。 池立生很少回宿舍,不过要是学校有课,她有时候也会宿舍睡个午觉。 那天,她和同学约了打篮球,结果操场上一个不长眼的, 把一杯奶茶泼她衣服上。 室友宋贤英说把她的衣服借她穿,让她自己拿。 结果她刚洗完澡出来,就看到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姑娘来找宋贤英。 她看她的时候,眼睛亮晶晶的,很是花痴,又比别的女人看起来干净单纯不少。 她以为她是个乖乖女,结果她理直气壮,说要包养她。 一个月给五千,她还觉得自己很大方的样子。 她把这件事说给她的死党们听,那群人都笑疯了,说她不值钱了。 好歹还是男大呀。 她鬼使神差答应,就想看看她知道真相后,她的表情。 她每天静静地看着她坐腰,大言不惨地约她吃饭。 心有怨念地说她只给看不给吃,还骂她不识相,一点不会伺候金主。 她真想抽她。 宋贤英原来还在他们一帮人面前说过,她妹妹很乖巧,除了有些懒,没别的毛病。 她慢慢发现和她在一起也挺有意思的。 又耸又要嚣张一下,天天想骑在她头上。 一对她释放威压,她就耸,一说要告诉她哥,她就妥协求饶。 真是,实相得一把好手。 原来她也谈过女朋友,谈了一个月,就觉得没意思,太讨好她了,太将就她了。 不是不好,就是没感觉是谈恋爱,感觉找留下属,没什么意思。 宋亚裔挺有意思,天天都能蠢出新境界,不过扣也是真的扣。 她甚至颇有怨言地说她把零花钱的十分之三都给她了。 她对她太好了,她觉得平时上课,上班,空了和宋亚裔这样也挺有意思的。 她甚至觉得,可能原来她想错了,大家都想错了,他们都觉得她该找个完美女友,一百分那种,什么好的形容词都可以网上按。 没想到她真正喜欢的是个莽撞又空门的小姑娘,还经常色眯眯地盯着她看,是不是开她的游。 胆小又猥琐,像偷星的耗子,不过看到她妈给她发信息,让她相亲好好表现的时候,她气笑了。 她一直说要查她的手机,但她的手机早就被她查了个遍。 她还把她手机的位置共享了,她在哪里她一目了然,只不过她不会轻易暴露。 她的搜索记录还有,金丝雀对我很冷淡怎么办,金主相亲需要告诉金丝雀吗? 如何做一个不会有心理负担的渣女,养情人如何不让人发现? 她就是那种被控制得久了,好面孔装久了,非要在私底下作妖的叛逆小孩。 只是她的叛逆期很懂事,在高考结束了再来。 持立生又气又伤心,真恨不得抽她。 她看得出来,她很喜欢她,但她什么都不想付出,就想偷偷摸摸享受享受。 知道她的身份,真的把她吓到了吧。 她哭的时候,一抽一抽的,可怜极了,还是很令人心疼的。 她告诫自己,可怜之人,必有可恨之处。 她要是没让她害怕,她就不会收敛。 她也很喜欢她,好像一开始就是觉得她反差很大,很有意思,也很大胆。 之后又面具很多,天天在那里试探她的底线,外强中干。 她也喜欢它们黏黏乎乎地腻在一起。 在闷热的午后,窗帘都拉上,室内是凉爽的空调。 两人在昏暗的室内,躺在沙发上,她抱着她,一起看电影。 她喜欢她喂她水果,香香软软,又乖乖巧巧的。 她那张脸还是很具有欺骗性,总是让她生起柔情万千。 难怪不得她哥哥总是很疼她,又把她看得很紧,生怕她被人勾走了。 谁能想到,是她自己直接找她,还大言不惭,说要包养她。 她感觉,她要被那些损有效一辈子。 算了,不管怎么样,得到一个香香软软又鬼灵精怪的老婆。 虽然没被少气到,但生活确实比原来有意思很多。 她看着她迷迷邓邓的样子,线长细密的睫毛微微颤动,轻轻吻了她一下。 她立刻有点脸红,又露出另一边脸,说,这边也要。